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单凭音乐 而不是外表 就足以征服乐迷的歌手 也是一个不断寻求改变和突破的灵魂歌者 年少天真 却凭一腔孤勇闯入歌坛 几听波折 他又是如何在乐坛中脱颖而出 魅力歌后林毅莲正在播出 作为香港史上艺术成就最高的女歌手 林毅莲是一个把音乐当作艺术品来雕琢的女人 她不但成就了在华语流行音乐界坚不可摧的地位 更是在流行音乐的史册上 留下了无数里程碑式的美好记忆 她的至少还有你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伤痕 不必在乎我是谁等等的代表作品 至今仍然难以超越 而她的野花盖亚等专辑 更是广受乐迷还有业界人士的好评 那么像这样一位声线迷人 唱功高超的乐坛唱将 又是如何走上音乐这条道路的呢 任何一个有大成就的人 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 往往离不开年少时家庭的影响 而林毅莲无疑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1966年 林毅莲出生在香港的一个艺术家庭中 父亲是一名二胡乐师 母亲擅长上海乐剧 父母的言传身教 让林毅莲自小就受到了中国音乐的熏陶 虽然从小家中音乐声不断 但儿时的她并没有因为唱歌受过称赞 说起名字的起源 林毅莲曾经透露说 父亲从前有一个女友叫阿莲 于是为了纪念她 就把女儿的名字起叫易莲 15岁那年一次偶然的机会 林毅莲陪同朋友去参加香港商业电台DJ面试 可是没想到的是朋友落选了 她却被意外的录取了 那时候的林毅莲以为当DJ就可以放很多自己喜欢的歌 领导见她主持风格非常的活泼 于是给她取名611 希望将她塑造成八妹仔DJ 第二年的一次电台表演中 林毅莲演唱完一首英文歌之后 随即被心理音乐看中 成为了旗下的合约歌手 然而唱片公司并没有马上的为林毅莲推出唱片 反而是让她足足等了一年多 1985年 林毅莲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林毅莲 主打歌是改编自日本流行曲的爱情I don't know 当时她的眼睛细小还带一点婴儿肥 酷似日本清纯女星松田圣子 于是公司决定让林毅莲走活泼的日本偶像路线 但这跟她原本的性格其实有很大的出入 这段时期林毅莲的唱功稍显稚嫩了一些 形象过于模仿日本偶像 口碑毁多于欲 就连一项支持女儿事业的林毅 在听到这张唱片的时候都曾表示 难听死了 经过这次打击之后 林毅莲曾经想过干脆转行做发型师之类的工作 但是经过唱片公司的说服 她决定再出一张专辑试试 看看反响如何 从而留了下来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 林毅莲共推出了三张个人专辑 一改过去日本魅的形象 转移野性迷惘的造型世人 留一把长拳曲发成为她当时的标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 在许愿 伦永亮等人的帮助下 林毅莲接连推出三张乐语专辑 都市触觉系列 这是八十年代香港乐坛少见的概念系列 这个系列歌录偏向欧美流行乐 歌词内容围绕着都市女性的爱恨与生活 成功地为林毅莲塑造了城市女孩的形象 在销量和口碑上 都市触觉系列都取得佳绩 这也让林毅莲三次荣获 香港叱咤乐坛流行榜的 叱咤乐坛女歌手金奖 更为她之后的歌唱道路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作为林毅莲的经纪人 许愿很想替她打开国语市场 再三的考虑之下 许愿决定找林东胜合作 当时身为金牌制作人的李宗盛 工作非常的繁忙 在收到了许愿给的资料之后 便没有了下文 最终尽管飞碟唱片 愿意出专辑 但也只给了最差的一个制作小组 在这样的制作环境下 1990年12月 林毅莲在台湾发行了第一张国语专辑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仅在台湾 专辑就卖出了60万张 而在大陆也棘手欢迎 最终全亚洲的销量达到了200万张 这001年瞬间成为了90年代初 首位横跨中港台的天后 主打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更是唱至皆知相闻 同时也引来了各种不同的理解 还有诠释 从而引发了非常激烈的讨论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击中了很多苦苦等待 却良人不归的女人心 细腻地传达出 当代都市男女疏离空虚的情感 并给予了听众 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柔慰藉 经李毅莲的完美诠释之后 歌迷们听到了 一个唱到人内心深处的声音 而这也成为了李毅莲 进入华语市场的敲门砖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毕竟我们走过这一回 此时的林毅莲正处于转型当中 无论是早前甜美的日本偶像路线 还是之后野性迷惘的都市女孩造型 似乎都未能展现出 她身上最迷人的特质 而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乐坛 并不缺乏优秀的女歌手 比如说叶倩文 陈慧贤就是其中的代表 声音极具辨识都的王妃 更是不容忽视的存在着 那相反 当时的林毅莲 尚未找到最能代表自己的曲风 同时也缺乏代表作 那么并不具备超高音乐天赋的她 又将如何在高手云集的华语乐坛当中 开创出一个属于自己的鼎盛时代呢 她的出现 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 究竟为何 才子家人最终分到扬镳 魅力歌后 林毅莲 稍后播出 提起林毅莲 许多人会第一时间的想起 由她演绎过的经典情歌 而这些快智人口的歌曲 又会让人联想到 她和李宗盛的那段过往 1992年 正风陈凯歌导演 筹拍电影霸王别姬 在导演的邀请下 李宗盛为该天创作主题曲 《当爱已成往事》 此时的李宗盛深深地被酷爱音乐的 林毅莲吸引 于是李宗盛为了她 特地做了一个合唱版 才子家人的首次合作就此诞生了 随后李宗盛又将林毅莲 挖到了滚石唱片 出于工作原因 两人的交流还有接触 也逐渐地增多 尽管李宗盛在《当爱已成往事》中 唱着 爱情它是个难题 但当爱情的种子 在两人之间萌发的时候 它还是不可控制地 陷了进去 那时的林毅莲 长相不算出众 但她那双细咪咪的小眼睛里 似乎隐藏着 一个女人所有的风情万种 针对林毅莲嗓音细腻 柔软的特点 李宗盛还特地为她制作了 不必在乎我是谁 这是林毅莲加盟滚石 唱片之后发行的首张专辑 也是李宗盛为她打造 都会女子代言人形象的开始 同名主打歌 不必在乎我是谁的歌词 把女人渴望被爱的心里 刻画得唯妙唯笑 更是击中了寂寞憔悴的都会女子 无助的内心感受 就算是有人听我的歌会流泪 我还是真的期待有人追 何必在乎我是谁 细腻的笔触配林毅莲柔婉的歌声 几乎是天音无缝 随着两人合作的进一步加深 李宗盛又为林毅莲写了 多首打动人心的经典情歌 比如伤痕 为你我受冷风吹 听说爱情回来过等等这些歌曲 大都没有复杂的旋律 但是歌词当中 无不蕴藏着李宗盛对林毅莲深深的情谊 很容易便引起听众的情感功名 但是林毅莲表示 作为一个女人 她还是更喜欢 不必在乎我是谁 这首歌对现代都会女性的描述 她是很赞同的 对于音乐的追求 林毅莲是发自灵魂深处的 她对音乐的认真挑剔 再加上李宗盛 在词曲创作方面的财情 两人很难不碰撞出惊人的火花 难怪有人说 年少不懂李宗盛 长大方之 林毅莲 原因无她 她的歌倒进了别有忧愁 暗恨声的女人心事 抚慰了太多爱断情伤的心灵 为了发展日本市场 林毅莲签到了东京居住 随后又移民到了加拿大 逐步淡出了香港乐坛 这时她和李宗盛之间的爱情 是愈演愈烈 但是南方当时 已经是有家事的人了 致使这段感情注定 很难名正言顺 1997年 李宗盛背负骂名 与原配朱卫音离婚 第二年 她和林毅莲在加拿大结婚 当时林毅莲已经怀有 五个月的身孕 可她依然割舍不下工作 1999年 林毅莲发行专辑《坑枪玫瑰》 其中还收录了 她创作的两首曲子 同名主打歌《坑枪玫瑰》 便是其中之一 不同于以往的作品 歌曲的曲风偏向乡村摇滚 这在以往的国语歌曲中很少见 而在这张专辑中 林毅莲更是展现出 前所未有的音乐能量 从制作 企划到包装 全程参与 有意思的是 她后来通过报道才得知 《坑枪玫瑰》是 李宗盛专门为她而写的 在制作这张传辑的时候 那请她写这个歌 我非常喜欢那个歌的歌词 然后我也觉得她写得很棒很棒 可是那个时候 她不会跟我说 老婆 我这个歌是为你而写的 不是那种 我们不是那种的 后来我是看报章的那个报道 才知道 原来那个时候是这样想的 此时的林毅莲 音乐事业已经慢慢地 走上了上坡路 2000年初 她推出了 加盟维京唱片的首张国语专辑 主打歌曲 至少还有你 更是被广为传唱 雄居KTV点播排行 把长达了八个月 著名音乐人姚谦曾说 林毅莲的唱功太厉害了 我的公司 因为林毅莲的存在 而成为品牌 我很欣赏林毅莲 在音乐上的才能 此时的林毅莲 显然已经找到了最能代表自己的歌唱路线 就在事业顺风顺水之时 她和李宗盛的婚姻 却因为长久的分离 缺少夫妻间必要的沟通和交流 最终还是走到了尽头 2004年 李宗盛和林毅莲宣布离婚 当时他们的女儿只有五岁 针对离婚这件事 林毅莲曾发表声明 没有想过要为自己的婚姻状况写声明 的确有一阵莫名的荒谬感 迎接各自的未来 似乎也不那么遥远 就让生命多添一种颜色吧 在此之后 她几乎不太愿意提起这段过往 谈及李宗盛 她也只是说很感谢对方 关于两个人离婚的原因 众说纷纭 无论如何 这段充满传奇的婚姻 终究以感性文艺的方式 划成了句点 九年之后 李宗盛在台北小巨蛋 举行演唱会的时候 与林毅莲隔空对唱 单爱已成往事 泪流不止 就像歌词里唱的 往事不要再提 人生已多风雨 纵然记忆抹不去 爱与恨都还在心里 这一切似乎早已经结识结局 琴歌的精彩演绎 曾经将林毅莲 推上了事业的顶峰 但是这种形象 一旦根深蒂固 就很难摆脱 要想在音乐领域 有新的突破 他又将何去何从呢 年龄渐长 是隐退 还是继续坚守 一心求变 让他毅然选择了后者 《魅力歌后》 林毅莲正在播出 婚姻的变故 对李毅莲的生活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那段时间 他对媒体的见缝插针 感到非常反感 铺天盖地的新闻 毫不留情地 在他的伤口上撒盐 然而他并没有向生活屈服 2005年 踏入歌坛20周年的林毅莲 在香港洪馆 举行夜色无边演唱会2005 同年 他特地携手雷颂德等人 制作粤语专辑本色 以感谢歌迷多年来的支持 不过他们合作的进度并不快 倒也符合林毅莲一贯的 高标准 严要求 之后的一年里 林毅莲仅推出了一张专辑 专以世界巡回演唱会为主 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 让酷爱音乐的她 放慢了出专辑的脚步呢 2007年 林毅莲在香港九龙湾 国际展望中心 一连开了十场中小型演唱会 每晚表演的第一个音还没弹 屏幕上先打出一行大字 没守成规是沉闷 当大家还在想着 怎样迎合市场 而做出改变的时候 林毅莲准备了25首冷门歌 没有太多华丽的服装 也没有纷繁复杂的舞蹈 有的只是一颗纯粹热爱音乐的心 这次非同寻常的冒险 不仅展示了 林毅莲超高的现场演唱水准 还表达了她内心迫切 寻求改变的渴望 之后的几年里 林毅莲几想在录制的唱片中 寻求突破 也想多参与词曲创作 在这个过程当中 她认识了中国新晋音乐人 常诗磊及鼓手 龚硕梁 并邀得二人参与专辑的制作 直到2012年 博语专辑盖亚 在时隔三年之后 终于退出 这是一张完全脱离了 传统唱片业制作模式的 奇思妙奖之国 从头到尾都充斥着 阴冷压抑 破败和绝望 专辑里用格里高丽颂歌 签出五眼歌 抹出了宗教信仰的界限 而标题曲 盖亚则向人类的贪婪和无知 发出拷问 另一首歌《世子》 则是来到暗黑冰岛的世界尽头 这张专辑面试之后 各种质疑之声 是披头概念而来 另一年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你不懂欣赏 你太差了 没办法 我想解释一下丐雅 其实是Gaia 就是希腊文 大地之母Mother Earth 这样的意思 其实在这个大地里面 有好几首的歌曲 我们都是有提出到 气候变化这个议题 还有我觉得 其实我们虽然生活在城市里面 但其实我经常都很意味到 就是人和大自然的关系 其实是口息息相关 我们是大自然里面一个生态 而我们所做的每一个事情 其实都会影响到大自然的 整个我们对Mother Earth 在做的那一件事 而似乎在整个大自然的生态里面 让人类是做了最多最多 去破坏大自然的事情 我想提醒这件事 也都是想 也都是提醒自己 也都是提醒大家 在事业重回巅峰的同时 林一连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爱情 在创作专辑盖亚的时候 有澳门古王之称的龚硕良 给他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两人也因此步入了恋爱关系 龚硕良曾经赴美国进修音乐 近年来做以音乐人的身份 与电影及唱片制作人合作 曾经被张学友形容为 他心目当中最棒的鼓手 耀眼的才华 让林一连对这个看起来 脾气十足的男孩动了心 2013年6月10号 有杂志以一连狠撇龚硕为题 做封面故事 林一连即日在Facebook上 发表英文声明 承认与龚硕良热恋 过去 现在和将来 仍会与他维持恋爱关系 这段姐弟恋尽管相差11岁 但两人时常在工作之余 游山玩水 恋情日渐深厚 林一连在台湾开秀 龚硕良全家捧场 林一连与前夫李宗盛所生的女儿喜儿 也接受了公爸做一家人 之后无论是专辑制作 还是演唱会 林一连都会让男友龚硕良 一同参与献杀旁人 当被别人议论姐弟恋 女追男时 她则巧妙回应 爱情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 它应该是给你动力 给你享受 2014年8月 林一连与龚硕良的恋情 开花结果 两人正式结婚 婚姻美满 事业再次回到了上升期 可谓是喜上加喜 2017年初 林一连硬要参加 中国大陆某知名歌唱节目 消息一经公布 遭到了很多香港歌迷的抨击 有人认为 林一连贵为歌坛天后 实力是有目共睹 不需要再参加这一类的 竞技类的歌唱节目了 但是林一连 似乎不觉得自己是天后 他把自己当成最普通的歌手 勇敢地挑战自我 专心地做自己的音乐 在节目当中 他一共演唱了13首歌曲 包括巴勒 摇滚 电子 舞曲 古典 等等多种的曲风 大展其多元化的歌艺 一首改编版的蓝莲花 首度唱出了 在现场从未展现过的音域 林一连的精彩演绎 赋予了这首歌 不一样的灵魂 传达了一种坚定不移的 追求梦想的宝贵精神 比赛期间 老公公说良极好友 伦永亮的倾情相助 让他在专心做音乐的同时 更感受到了 来自爱情友情的温暖 而最终荣莹冠军 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如今 林一连仍然活跃在大众的视野当中 虽然形式有所不同 但是本质都是奔波于自己的歌唱事业 她往往不是最火的 却是早期香港乐坛少数坚持下来做音乐的女歌手之一 你无法简单地用言语对她进行概括 但就是这么一位热爱音乐不断求变的歌者 给大家带来了太多的经典歌曲 以及超出音乐本身的其他感受 她属于我们这个时代 更属于她自己 她就是林一连 好了感谢收看本期的香港故事 我是威飞飞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